由高雄的这个家庭聚会群聚爱 延伸到沙石场群聚爱 现在更是延烧到了台南 原来沙石场老板的女儿 她是一名高中生 她在二日七号 八号 九号这三天 到台南参加东令营 担任队府 高中生的父母亲呢 是遭到沙石场的员工感染 连带这位女学生呢 她也确诊了 而且她的心天值只有16 让市府还有校方相当的紧张 尤其呢是这次参加营队的 小朋友们是小学生 都还没有办法打疫苗 总共匡列了145个人隔离 不过现在是传出了疑似 太过冲促 被隔离的孩子还打电话回家 跟爸爸妈妈说 可不可以送泡面来 先走进去她会教你怎么做 卫生所里大排长龙 民众等着领快晒试剂 全员也曾在车站搭火车 与女学生足迹重叠 收到检讯 有大条火车 车站紧急展开轻销 包含学校会馆也大消毒 按1952把女学生确诊前 曾到校担任东令营 对付人员 CT值大概只有16点多 所以说是属于 这个传染的高峰期 女学生家住高雄 父母在地经营沙石场 受同事感染 连带她和弟弟确诊 这个月7到9号 到学校担任营队对付人员 CT值仅16 大家绷紧神经 尤其参加活动的 都是没打过疫苗的国小学生 除了台南也有来自高雄屏东 包含迎对相关人员 紧急匡列145人 原定11号开学 突然传出有确诊者足迹 校方也紧急发通知 展开预防性停课 有家长惊吓 在群组急问 直喊梗突然 也有遭匡列学生家长 觉得准备时间不够 甚至孩子突然被载走隔离后 传出送餐延误 还为此打电话回来 要求送泡面纸机 三天活动 匡列三观人 但女学生去城 由家人接送 回城打火车 市府公布三班通勤列车 要同框者注意 提供免费快筛试剂 全面防堵破口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导